大型集會活動經常能看到大批員警 全副武裝 演家戒備 平時知心輕物也常需要在大太陽底下 站一整天 去年4月焕發標榜帥氣的新式警察制服後 卻因材質不透氣 讓基層員警驗身載道 原警反映制服不透氣 如果新款透氣係數較高 會優先選擇 對此立委成一二十二號召開記者會 為基層員警發聲 檢證署表示新款制服所需經費 約新台幣6.6億元 預計今年6月底簽共同契約後 各縣市警察局就可陸續下訂 且原警可依個人需求 自由選擇舊款或新款制服 警政署後勤組長蔡定賢表示 對於原警貼身衣物跟裝備 會持續滾動檢討 照顧基層員警的執勤需求 原視新聞朱古徐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